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V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賢秋 首先介紹這一節 跟我們去討論 國際及國內重要議題的來賓 第一位是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德朗 亮哥 大家好平安 第二條是陪伴我們 退役中將率化名將軍 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教授吳崇涵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際間的重大消息 當然是習近平跟布林肯的見面 這一場會面有什麼重大的共識 或者是奇異嗎 先看看他們見面時的畫面 這個握手握下去 是還滿一秒就結束 滿快沒有認真握的感覺 在這個握手的哲學來講 至少跟布林肯的互動之外 座位也是大家看的焦點 這個座位看到記得 馬英九前總統過去的時候 兩個人是對面的 整個面對面的兩排座 那這一次是一邊 我們看到這個圖就知道了 一邊是這個美國的官員 一邊是中國大陸的官員 而習近平就坐中間 是有這個主客之分 感覺這個摸字形 也有特別的意思跟安排 而議題裡頭 雙方各式的表示是什麼 包括了這個中方表示 希望美方能夠積極看待 中國的發展 這是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 兩國要做夥伴 而不是對手 習近平開場的時候 甚至跟布林肯特別表示 中美要求同存異 不搞惡心競爭 尤其所謂的小圈圈 不要再有這種小圈子的概念 要互相在包括美日風高峰會上面 包括了美英澳的 都一樣 不要用這種小圈子 來對於中共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 和平共存產生威脅 那外交解讀都認為 這次以布林肯的位接 中國大陸不需要安排 習近平跟他見面的 但其實也是臨時的通知 雙方也共同宣布見面了 那這個動作看出來是什麼 中方也是有意改善 沒中關係的 也不是真的完全要吵架 尤其是希望能夠舒緩 經貿的各種壁壘 或者是對立嗎 有沒有辦法透過這次的關係 而影響雙方更多的善意互動 不知道 但習近平特別見了面之後 強調的是什麼 要清晰的溝通分歧 但台海倒不是他最重要的重重之重 反而是俄羅斯成為 這一次見面的交鋒重點 因為出發之前 就已經看到幾個相關的新聞 結果談判的重點 在布林肯方面的宣布都說 要求大陸不可以援助俄羅斯 如果沒有中國支持的話 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攻擊 將難以為繼 尤其是從表情 大家各方都去解讀 布林肯的表現 說布林肯在跟中國同僚們 開會談的時候 基本上都在努力保持禮貌 可是強硬的表情 嚴厲多於微笑 不要心情 其實王毅也是一樣 都是單薄的拍片 不是很親切熱情 不是很放鬆的表情 所以當一個超級大國 承認另一個正在崛起的 競爭對手的地位的時候 雙方都在界定自己的紅線 互相試探 其實剛結束這個會談之後 布林肯接受了訪問 立刻談的是什麼 美國已經見到中國 試圖影響 並且可以說是干預 講得很重 預計在11月舉行的選舉 要被中國所干預 就是美國的大選 習近平違背承諾 這話講得很重 表示這個見面 談得也不是很愉快 談完之後就是不開心 甚至在談完之後 還主動去攻擊中國大陸 試圖要影響 美國的選舉嗎 這個話講得這麼重 那麼顯然 善意也拼沒有 真的接力起來 尤其在南海也一樣 直接說是 中國在南海製造了危險行為 看看中國最新的56艘無人艇 現身南海的畫面 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這個無人艇看起來 立刻可以搭載的是拳套的武器 還可以組成所謂的砂群 看起來很壯觀 這個所謂的砂群 是可以在南海的萬山群島 這裡去圍堵某一些 他們希望為控制的這個領域 跟領海跟對象 所以各種隊形形狀編組 無人機的概念 現在是在無人的艦艇 在南海出現 那麼這個秀肌肉的概念 當然也是非常的強烈 而在像沙烏地阿拉伯國的 世界防務展上面 所謂的中國自主亮相的 雷霆A2000武裝無人艇亮相之後 同樣都在展現 在這一塊的快速激起直追 也有24單位員的巡翼飛彈等等 讓這些無人的艦隊更有戰力 馬來西亞專家說 東協人民反對美國破壞南海的穩定 這個說法是由馬來西亞的智庫主席 所表達的 近期南海緊張的局勢升級 現在看起來比台海還要緊張的概念 是美國一再挑撥所造成的 所以東協國家的看法是什麼 傾向透過談判解決爭端 不支持在南海問題上 一直採取這種對抗 隨時都可能產生擦槍走火的危險 亮哥看到昨天下午 布林肯跟習近平的見面 談的內容有點各說各話之外 布林肯會後的訪問更是激烈 王毅跟布林肯談了5個多小時 我相信所有的話題都交換意見 我估計是狀況非常糟糕 習近平見了布林肯只是拉高高度 做一些比較高度的一個訴求 說美方也要積極正面 看待中國的發展 第一顆紐釋要扣好 這種就是有點像道德呼籲 講這話當然是沒有用的 真正大家聚焦的一定是 布林肯跟王毅到底在朝什麼 因為兩個人的表情都非常的嚴肅 我覺得BBC是抓到重點 就是坦白說 這個美國布林肯去大陸之前 是壞話說盡 而且是拉出兩個空前的籌碼 一個是不惜制裁中資銀行 可是大家一聽就知道 這個是假議題 你怎麼可能敢制裁中資銀行 你制裁來到中國 就全部開始賣美債 到底是誰會贏 你要選舉 我這個議題就是虛的 可是有一個議題是真的 他直接把中層導彈搬到菲律賓 對不對 所以一個是軍事 一個是金融力量那麼高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人的思考方式 就是他知道他要去跟中國 斡選一個議題 BBC講對了 就是俄羅斯 這個才是真正的議題 美國就認為 他可以製造一些籌碼 那看你要不要來跟我交易 我就有這個感覺了 結果是中國都不瞭你 我覺得整個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你中層導彈 你要搞我是不是 我也不認為你能搞我什麼 因為中華大陸隔天就公布了 潛艦發射巨浪2的影片 就大家都來對著幹 金融 金融我不認為這個議題 布林肯有真的說出來了 可是布林肯一定是跟中國講 這個你中國的零組件 讓俄羅斯生產了這麼多的 軍工產品 這個你一定要處理 所以布林肯後來在記者會上 就直接講這一點 他說如果中國不能夠 配合這一點 我們就只好自己幹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議題 因為美國現在最擔心的議題就是 烏克蘭撐不到11月 對 就你給了610億 歐洲 日本 韓國也都給一些 可是他真的沒有把握 烏克蘭能打到11月 所以布林肯真的就是為了拜登的 選戰來的 因為烏克蘭萬一撐不到11月 拜登就完蛋了 對 所以這個才是實質議題 所以他就跟中國講說 你不可以再給他零組件 不然我們會有一些做法的 中國大陸顯然沒有回應 中國大陸就說這個就正常貿易 居民何用的零件 俄羅斯的民間公司 給了他們的軍工生產 這我哪管得到 可是我認為美國不管 因為美國一方面是給烏克蘭錢 另一方面要去拉住中國 讓俄羅斯的軍工生產 不要這麼可怕 他是兩手都要做 所以他一定要對中國做一些事 所以我認為他回去之後 這一塊他一定會有一些做法 就是會公布對中國這些 跟俄羅斯做貿易的公司 做出制裁 我不知道他要如何制裁 可是我認為這個才是 最真實的議題 中國大陸顯然並沒有要理會 所以才會是那個表情 因為他並沒有幫拜登達成使命 坦白講 烏克蘭現在的問題 真的不是軍員的問題而已 他還有更嚴重的問題是 兵力從哪邊來 因為現在已經傳出來了 波蘭幫他在算 你這個跑過來我這邊的難民 有多少人是有這個兵役的 逃兵的 他算一算有將近40萬人 那就是牽涉到 你波蘭難道要幫我 把他抓回來嗎 第二個就是士氣 至少帥將軍在這裡 打仗士氣是最根本的 說實在 揮造成潰不成軍 潰不成軍 你去看國共內戰你就知道了 前三大戰役 國民黨是打真的 過了長江 打得亂七八糟 就是一堆人就直接投降了 我覺得美國就在擔心這個狀況 說我給你錢 給你長城的精準炸彈 可是萬一你烏克蘭的軍隊撐不住 怎麼辦 我覺得拜登最擔心這個是 所以我覺得未來值得大家 去關注的應該是 美國會針對中俄貿易的部分 要如何來下殺手 這恐怕才是 比較值得關注的部分 民主黨後談是很明顯 看起來就是沒有談攏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不愉快 會後的各式談話也很嚴厲 但是以美國又更強硬 他直接講說是 會影響 干預他的選情 難道讓烏克蘭要打 打到總統大選完 才叫做不干預嗎 這個話就要鬼扯了 美國在輿論跟製造的話題裡面 抗中的成分很大 中國人照時候來說 你來選川普 還是你來選拜登 沒有意義 這個不是影響 我講今天亮哥講的這個東西 還是比較平和的 王毅先跟你談的時候 那個場面是很火爆的 那個東西說 你說不能賣軍工產品 那中國大陸說 那你是要逼得我送軍火嗎 你要這樣不接受 那我就送軍火 因為什麼 美國擔心的時候 我600億下去了 你中國大陸給相對的東西 那不俄羅斯打得更慘 那你送錢也沒有意義了 那俄羅戰爭絕對垮 而且我是個軍人 烏克蘭軍隊陷入什麼窘境 不只是兵員不夠 他現役部隊 有作戰經驗的部隊 36個月之後不能夠調回 調整部署或者修養 現在已經前線發生 有幾個女兒不聽命令了 為什麼 那個戰地是注定是要輸的 而且是個死地 送進去多少死多少 這幾個旅長當然不願意接受 這種胡亂的命令 這以前在國共內戰裡面 也看過這種事了 你叫我明明白白送死 毫無勝算的去打 我當然不打 我可以留得保全實力 我找到有利的時機 跟有利的地點再來決戰 這是軍人職業上的一種訓練 現在這個今天為什麼 王毅談完以後 習近平出來幹什麼 你 王毅那個城市 跟你談成這個樣 我是正面用總統的 這個總書記的身分 明白告訴你這幾樣 不能不能不能這樣做 底線 立場 這個已經等於是探牌了 過紅線 這個紅線畫得比王毅還要嚴厲 是我當面跟你講的 是總統的身分跟你講的 那你回去要好好面對了 第二個 南海的問題 我告訴你 南海如果菲律賓這個出衝突 美國佔不到便宜 這邊提到一個叫無人艇 無人艇 大陸在以前跟越南海戰的時候 有過 藏過甜頭 那個時候大陸只有餘了一塊艇 面對越南的海軍 他是用這個方式打的 面對我們的軍艦 也打乘過我們一條軍艦 這個狼群戰術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在近海裡面 他威力很大 遠洋他是不行的 因為無人艇到遠洋是沒辦法做的 但是在近海 這種狼群戰術你防不勝防 他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說你菲律賓也在測 中國大陸也在測試 你美國支持菲律賓的決心到底如何 你講固若磐石 就你那點兵力 跟那個什麼演習過來那點兵力 你要想在菲律賓海 如果戰鬥優勢是不可能的 因為中國的南海艦隊實力 比你參演的部隊要強 再加上這個無人艇秀給你看 你討不到好處 到時候中國大陸可以運用灰色手段 就是說派這個陸戰隊把你馬德勒一號給你弄掉 然後把你的八個菲律賓軍官送回去 這個也不像是開戰 但是是根本解決問題很強的一個反應 你要打來 你不打我就人道主義把你送回去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說要核子武器來威脅我 巨浪送給你看 我也可以平衡 所以中國大陸這次是把架勢擺得很足 口氣也很硬 就看你布林肯回去要怎麼弄 對不對 剛剛金融制裁兩個也講得很清楚 那個偷悟到實際效果 所以說布林肯帶的所有的招數 在這個會議裡面大概就產生不到 不要講沒有這個共識 連成果都沒有 所以這一次來 我覺得布林肯是滿灰頭土臉的回去了 因為你要面對攤牌了 因為大家都不想在武力上 發生全面戰爭 但是在各個小動作裡面 金融作戰 科技作戰 已經做到極限了 下一步習近平講 你是不是要和平共存 互利互融 這也是一個最後的 挨了美敦訴告訴你 我們這個局勢不能再玩下去 布林肯在出發前 很多台灣媒體關注焦點都是說 哇 台海要敦促他520之前 不可以中國有各種的 輕舉妄動等等 但結果結論出來 俄烏南海 其實才是他們現在關注的重中之重 其實布林肯一年兩次 上一次當然不到一年 去年是6月19 今年4月24 為什麼 很多事情要談 而且這一次去前 葉倫先去玩 康達去玩 中國政府勃蘭去玩 很多事情要談 當然從經貿跟安全這兩塊 是最主要的 經貿我等一下再講 最主要是安全 安全就那三塊 俄烏戰爭 台海跟南海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綜藝院才剛過一個法案 剛才前面兩位講了 611億元 烏克蘭安全補充撥款法案 給烏克蘭611億 以色列安全補充法案是260億 另外印太81.2億 裡面最主要是給台灣 那就是台海 南海跟俄烏戰爭 是這一次布林肯去 非常重要談 他們去是應王毅邀請 中國說王毅邀請他來 來 我們來把事情講清楚 講什麼講清楚 攤牌的 攤牌 講清楚 第一個 俄烏戰開打之後 美國很感冒 現在前面也講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在做什麼交易 很多交易 我有一個數據給大家看 從2023年中俄貿易在2400億 俄羅斯至中國進口了 1100億美元的產品 增加了46% 光去年一年增加46% 俄羅斯從中國進口 進口什麼 剛才講的軍工產品 車床 用來製作武器的東西 還是叫車子 戰車這些東西 如果這麼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你在做什麼 當然美國人說你給我停止這個交易 不然我要制裁你 當然如果這樣看的話 中國對俄羅斯的軍事依註 是只能做不能說 因為他們說我沒有在幫忙 可是我們實際上做了這生意 所以烏爾戰爭是造成這一次 我覺得他們最主要要談的這個東西 問題是 王毅也講 你要我停止可以 你不要武裝台灣 對不對 你一邊在武裝台灣 一邊人說我不要再跟俄羅斯做生意 這是兩手策略 所以這是第一點要講的 第二點 南海 北京講好幾次不要拉幫結派 可是拜登就是什麼 拉幫結派 他不但拉美日 美韓 他要拉美飛 所以在菲律賓架設了中程導彈飛彈 台風 而且日本又給了菲律賓什麼 偵測雷達 這不是很明確的在武裝菲律賓嗎 所以王毅這次來 來來來講清楚 不要武裝菲律賓 不要拉幫結派 又講第二很清楚了 南海議題 這些都是非常危險 第三個就是台海議題 其實羅森伯格也講了 這一次去最主要的 就是要講台海議題 為什麼 要確定520賴清德就職言說 是穩定的 美方不支持台獨 賴清德也不會講台獨 其實他們就是要在這一次跟習近平講 不要擔心台海 我們弄好了 我們Hold得住 Hold得住 對 我們的駕駛座顧得很穩 賴清德不會從後座跑到前座 問題是 賴清德究竟怎麼出來沒有 我們要看他的內容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當然台海問題絕對是個定海神針 為什麼 因為美方絕對不容許在烏二戰 在以色列以他衝突還沒幾個前 台海又出事 三面衝突對拜登的選情 絕對是雪上加霜 他絕對會落選 恐怕就要崩盤 會崩盤 以上就是我覺得他們要討論的安全議題